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们都是新时代的女性 在各自的领域绽放异彩 我的今天的工作就是做剃身 那现在我的穿着是 等一下女主角的穿着 然后之后就会有一些舞打的片段 之后一定会很累 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 非常地好体力 第二天就是全身都会很痛 吴思佳今年29岁 当了四年的兼职特技演员 当时也是误打误撞才入行的 其实不是一个我本身所预料到的一件事情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爬来爬去 然后对舞打非常有兴趣 可是我没有去特别地去追这些东西 那我开始接触到特技演员的时候 是当我遇见Zani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短片 那在里面我有一些舞打的片段 那在那个时候她开始训练我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其实蛮好玩的 私家口中的导师Zani 就是带她入行的武术指导冯推手 我觉得她很有胆量 因为很少女的就是有这种胆量 去做这种特技的表演 她其实很强 而且她在运动量方面之比 某一些男的还强 所以现在她还自己去学习别的武术 我跟她讲说 其实学都不是个措施 就越学越多越好 所以她现在其实一直在练习 我也是想说真的有一天就可以碰她做女打星 所以我希望这个梦想会成长 推手说 像私家这样的女特技演员 凤毛麟角 但训练过程也和大家一样辛苦 没有差别待遇 只看她肯不肯做 好像金她那时候被车撞的那一幕 我说有一个车撞的 是代替一个女演员的女的妈 她在那边弄了一下 她看着我 她想一想 我说好怎么样 我跟她讲 她姐说说怎么做怎么做 然后她就去练习 然后我们就安排练习练习 练习到之后她就有那个 就是说信心去做这一件事 那个非常的刺激 然后之后被撞了之后 也是就是全场 我的师兄他们都非常的骄傲 对 然后Sani也是非常 他就是非常的照顾我 也是会确保每个人 做好自己的本分 那我就被撞太多次这样子 其他舞行也很赞赏 思佳在片场的表现 他讲话的态度是很温柔的 把她打起来真的是蛮厉害的 根本就像好像外面男孩子在打架这样 对很凶猛 对她眼神通通动作方面 不说不知 思佳还有一个有名气的妈妈前歌手夏慧 她也遗传了妈妈的歌唱细胞 偶尔会跟妈妈高歌一曲 谈情女儿选择的职业 夏慧表示还是尊重女儿的决定 哪有不当心的道理做妈妈的 那硬硬的就把自己要跟这个 那个触碰的那种感觉 是非常会担心 但是我相信思佳讲的时候 他们都有做这些防范的措施 所以我是担心中带一点放心 我常常跟孩子们说 你们要做就做主 要么就不要做 半途而废 对你们自己本身也不好 将来也不好 思佳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所 她的开始一直到结束 我都有看到她的成绩 所以我是挺开心了 现代女性也能在男性为主的领域 闯出一片天 39岁的温瑞芬 是一名钻研医疗诊断发展的科学家 关被疫情爆发初期 她带领的团队 几乎每天得赶工20个小时 才成功研发出新的冠状病毒测试盒 情况就特别的紧急 从基本 本来你应该有的一到若干年的产品 一个研发的周期 直接缩短到了两三个礼拜 我扮演一个报告料的角色 从产品的设计 到那个Test Protocol 我们要怎么设计 我们要我的科学家得到的数据 应该怎么分析 这两款名为Fortitude和Resilut的测试盒 分别在去年2月和7月推出 Fortitude能在两小时半到四小时内 检测出冠状病毒 Resilut则能够在60到70分钟内 检测到病毒 大大的加快了检测病毒的时间 比如说今天我有打喷嚏 发烧 咳嗽 这可能是一个很常见的山峰感冒 它可能也是流感 它可能也是新冠感染了 那么如果我的家里有年长者 又有婴幼儿 我会非常的焦虑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款能够非常准确地分辨 流感的病毒 新冠的病毒 可以通过一个很简单的测试 就跟你说你到底是 什么原因造成你这些症状 你会觉得 这就是你生命的稻草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的工作可以给病人 带来这些帮助的话 我会觉得我的工作特别的有意义 其实瑞芬从小就对万物充满好奇 亲人患癌仪式 让他更坚定要走科研的使命之道 当你开始做一个科学研究的时候 你会有新的发现 你找到一个答案之后 里面又有很多问题 等着你去寻找答案 那么对我来说 这就是科学的魅力 他永远不会让我觉得厌倦 然而像瑞芬这样的例子并不多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 前年在本地六所大学修读 科学 科技 工程及数学 STEM的新生当中 有四成是女性 南洋理工大学上个月发表的一项调查结果 则显示拥有科学 科技 工程及数学学士学位和文凭的毕业生当中 不到六成的女性从事相关行业 男性则有七成会继续从事相关领域 学者说 女性的数理能力和逻辑思维 其实跟男性没有差异 或许是家庭和媒体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科学 科技领域才会扬胜音衰 从小男生跟女生受到的社会化 他们的家长 父母 还有媒体 或者学校老师给他们的不同的这种印象 或者暗示或者对他们的期待就不太一样 就是说他们觉得工程类的可能工作比较苦 可能你需要去户外 可能这样的工作就不适合女生 是在媒体上面呈现出来的 比如说电视 电视剧 电影 里面当出现一个工程师或者一个科学家的形象的时候 你看到的就是一个男性 所以他不知不觉地会受到这种暗示 我家里是从商的 那我小时候想读科学 其实我的爸爸是不支持的 他觉得太累了 没必要 可以回家帮忙做生意 可是我觉得做生意任何人都可以做 可是我学科学 做科研 是一个不断学习 不断成长的过程 她是一名年轻女性 为什么愿意走进客工的世界 了解她们的背景和需要 谢谢你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